今天的安排就是去乡下帮爷爷挖番薯 所以早上起来我们就随随便便吃了一碗榨菜肉丝面 切好的肉丝放一点点酱油腌制一下 这样一会炒出来颜色会很漂亮 锅里面熬点猪油熬好了以后把油渣去了 你们每次都说油渣才是灵魂 但是我要用这个油来煎荷包蛋 每人煎一个荷包蛋吃完才有力气挖番薯 我煎荷包蛋并不是很在行 煎的形状也不是很好看 但是煎的味道还可以里面是有点溏心的 但煎好了以后把肉丝放进来炒散 炒散了以后加入两包榨菜 这个榨菜直接就剪开放下去不用洗了 洗锅以后就不好吃了 炒两分钟以后加开水给它做汤 然后另外一锅开始煮面条 像这种细面水开以后下面条煮两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煮久了口感不好 锅里汤烧开以后可以尝一下味道 太淡了可以加点盐 再把面汤浇在面条上 喜欢吃辣的放点辣椒面 再加点葱花就可以开吃了 这个荷包蛋还有点溏心 这个荷包蛋还有点溏心 好不好吃 明明好不好吃 出发出发 出发出发 好